这些十六岁的花季女孩从小被圈养在一起 她们被禁锢被洗脑 稍有不从就会是道严厉的惩罚 而最终的命运也是她们完全无法想到的 今儿跟大伙聊一部加拿大的科幻惊悚片方林十六 这是一座戒备森严有着严格纪律的女子学校 这个学校里所有的女孩刚出生时都有着悲惨的命运 有的被遗弃有的被贩卖最终都流向了这里 这些女孩从来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的 因为她们中年生活在学校的地下室 虽然这里被称作学校但从来不教授她们念书诗字 她们被灌输的观念就是外面的空气是有毒的 她们必须保持绝对的忠诚 必须每天保持身体的洁净 直到有合适的家庭失望她们 说白了她们几乎什么都不用干什么都不用想 只要好吃好喝把自己保养好就行了 学校里有着严格的层级划分 女孩们会随着年龄的增长逐步升级 当某个女孩上升到十六级之后 就意味着她将有机会被收养 金发姐是真女学校的校长 既严格又冷酷 所有的女孩都对她唯命是从 维维安和其他几个女孩终于上升到了第十六级 她们被转移到了楼上的玫瑰大厅 这些女孩每天晚上有一项必须要做的事情 那就是服用学校专门定制的维生素 美其名曰是为了预防疾病的发生 维维安在第十级的时候和亚洲妹的关系非常好 但在一次事件中 帮了亚洲妹的维维安受到了惩罚 而当时胆小怕事的亚洲妹并没有敢出来作证 导致两姐妹的关系彻底破裂 维维安上升到第十六级之后 再次跟亚洲妹遇上 而亚洲妹平时异于常人的行为也引起了她的注意 为了能让那些赞助商的家庭选中这些女孩 金发妹给每个女孩发了一套漂亮的白裙子 所有的女孩都非常的高兴 但只有亚洲妹显得忧心忡忡 转过天 亚洲妹神秘兮兮的找到了维维安 虽然过去两人有些小过节 但在亚洲妹的心里 维维安仍是她最值得信任的朋友 亚洲妹告诉维维安 每天晚上必须要服用的维生素千万别再吃了 虽然维维安不知道亚洲妹到底是什么意思 但她当晚确实没有吃维生素 到了后半夜 一屋子人只有维维维安和亚洲妹没有睡着 原来她们每天晚上吃的维生素 其实是一种外面药 不一会儿金发姐带着警卫和护工进了屋了 然后把维维安和另外一个女孩扛到了一个房间里 很快一对看上去很有钱的老夫妻跟着金发姐走了进来 他们要从这两个女孩当中选出一个 作为这个老妇婆换脸的供体 原来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女子学校 而是那些有钱老夫人换夫的机翼 这些女孩从小被圈养在暗无天日的室内 最终的归宿是为有钱的老女人提供Q彩的皮肤 但金发姐和这对夫妻在对话中并没有提及换夫的事 因此维维安只知道他们这些女孩是交易的对象 至于是什么样的交易她并不清楚 要说这个亚洲妹是真不简单的 她从第13级就开始不吃维生素了 虽然维维安不知道这些女孩将来会是什么命运 但她知道肯定不是什么好事 学校里有一位医生王大贝 专门负责16级女孩们的体检 因为16级的女孩是最成熟的供体 她必须保证每个女孩在为客户提供皮肤前身体是健康的 王大贝跟冷酷的金发姐和瘸腿警卫完全不同 不仅看上去和蔼可亲 而且还非常的善解人意 不过这些都是表面现象而已 因为这个机构就是王大贝亲手创立的 学校每周都会安排女孩们看一次电影 不过他们看的电影永远都是同一部电影 里面的台词很多女孩都会背了 虽然亚洲妹从第13级就准备逃出去 但由于学校借位森严 她始终没能找到机会 如果想要从这里逃走 首先必须拿到全校通行的门禁卡 虽然这些女孩打小就被关在这里圈养 也没有读过一天的书 但人性中本能的那些东西都是具备的 学校里有一条举报的专线 绿茶妹本来就看吴维安不顺眼 为了将来能够获得学校更好的安排 她告发了吴维安不守规矩的行为 很快金发姐就把吴维安关进了小黑屋了 目前这个真女学校的运行并不顺利 学校最大的赞助商正在不断的缺点预算 而且为了获得更大的利益 赞助商还要求学校再重新培养一批女孩 本来干这种事就是一种丧尽天良的行为 作为一名女性 金发姐也早就有捞一笔钱急流勇推的想法 但奈何赞助商那帮人实在是惹不起 虽然这个学校戒备森严 但员工却少得可怜 负责安保和扛女孩见客户的 只有一名瘸腿的警卫 而且这哥们还是个大变态 经常趁着女孩们睡着之后 偷偷溜进来干坏事 话说这天晚上 瘸腿警卫摸到了VVN的床边 早有准备的亚洲妹突然用绳子勒入了瘸腿警卫的脖子 但双方的力量实在是太悬殊了 眼瞅着亚洲妹要被掐死 旁边的一个电运都把她给救了 亚洲妹拿走了瘸腿警卫那张门禁卡 但她的行为很快便被人给发现了 金发姐等人抓住亚洲妹之后 并没有从亚洲妹身上搜出那张门禁卡 她认为亚洲妹一定把门禁卡交给了某人 于是便把所有女孩召集在了一起 要求执行者马上交出门禁卡 为了防止晚上再出现什么意外 金发姐给每个女孩服用了大尽量的安眠药 尤其是刺头VVN 金发姐必须确认她真的咽下去了才行 为了不让自己睡死过去 VVN一晚上都在用发卡刺激自己 她知道亚洲妹一定把门禁卡藏在了某个地方 经过一通下悬末 门禁卡果然被她给找到了 但遗憾的是宿舍的门用这张卡居然没有打开 不过这难不住VVN 她用门禁卡宁罗斯把门卸掉的骚操作也是牛掰的不行了 维维安出来之后 在医生王大掰的办公室遭遇了金发姐 虽然金发姐人高马大 但还是被光环笼罩着的女运号给他们趴下了 并且被维维安打了一针所谓的维生素 搞定金发姐之后 维维安来到低下室救出了亚洲妹 两人来到手术室 发现他们的一个姐妹的脸部皮肤已经被驱走了 随后亚洲妹来到了娇岩室 此时那些吃瓜的女孩正在接受洗脑呢 整个学校一共有四个大厅 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级别 亚洲妹让他们叫醒所有大厅的女孩 然后在某个地方集合 维维安转悠到了学校的办公室 这个时候她才得知 这里根本就不是什么学校 而是一家名叫真女的诊所 这家诊所利用合成基因的疗法 把年轻女孩的皮肤换到那些有钱的老女人的脸上 就在亚洲妹跟这些已经被洗脑的女孩解释不清的时候 维维安押着金发姐进来 把真实情况原原本本的说了一遍 虽然事情已经败露 但金发姐仍然不肯说出真相 这个时候维维安突然发现金发姐的脸不是很正常 她聊起金发姐的头发一看 原来这个金发姐也是换过脸的 她的实际年龄其实跟医生王的差不多 这也解释了她为什么打不过维维安的原因 随后女孩们把金发姐关进了小黑屋 动静搞得这么大 学校里的警报很快就响了起来 瘸腿警卫在维维安和亚洲妹的联合攻击下也摔死了 女孩们冲出学校开始四处逃窜 很快另两名警卫赶到了 维维安和亚洲妹无处可逃只好躲进了一个小屋里 并且从里面把门给死死的锁住 医生王的白本来还想忽悠维维安 但已经得知真相的维维安用手术刀划伤了自己的脸 看着自己精心培育的优质工体被破坏王的白的心的碎 由于王的白在工作中出现了重大的披露 幕后的载重商派人把王的白给带走了 第二天的一早 街道报警的警察们终于赶到 救出了这些终日不见阳光的女孩们 看完这整部影片我们还是来守唐诗压经吧 为了自己这张脸 有些女人太冒险 磨皮小骨蜗鸟酸大刀阔斧往上砍